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的财报之后所带来的一些市场的波动 以及我们给出的一些简单的分析 那么截止到今天为止 中国投资人所非常熟悉的三大奶制品品牌公司 都公布了最新的年度的财报 那么应该说财报表现是比较不错 当然不同的公司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我们后面会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么总体来看 不管是卖高也好 是A2也好 还是贝拉米也好 总体的财报是表现比较出色的 所以我们在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到 这三个公司的股价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 在过去的三个月之内 总体是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 那么尤其是在财报的公布前后 是出现了一波比较大的涨幅 那么尤其像贝拉米上涨的幅度是非常大 可能在百分之三四十以上 而相对来说上涨幅度比较小的 是像卖高这样可能在百分之二十不到 那么A2是处于两者之中 那么推动这些股票股价上涨的一个核心人员 当然是因为基本面的财务状况 看上去是比较的不错 那么根据最新公布的这三个公司的三份财报来看 他们都应该说非常好的利用了中国市场对奶制品的需求 尤其是奶粉产品的需求 获得了利润和销售的比较明显的上升 其中状况比较好的 非常突出的是贝拉米和A2 那么这两个公司 从他们公布的财报来看 在过去年当中公司的净利润是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其中像贝拉米公司利润是翻了三倍有余 来到了三千多万澳币的这样一个利润 那么A2更加是从上一个年度亏损200万纽币 来到了今年立刻盈利3000万纽币的这样一个水平 相对来说 卖高它的利润的增长速度 相对比另外两个稍微慢一些 主要是由于这个公司本身还有 非常巨大的一些原材料的加工 半成品加工和出售的这样一个业务 但是卖高的整个的整体利润 也是在过去一年上涨60% 同样达到了3000多万澳币的这样一个水平线 那么进一步来细看 应该说他们的一些奶粉的销售 尤其是针对中国市场奶粉销售 是这些公司业绩表现突出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那么根据他们自己所批评的数据来看 像贝拉米 那么它的销售在过去年上涨了将近一倍 其中销往中国大陆的海外销售增长300%以上 而像A2的话它的婴儿奶粉销售占比是非常的巨大 其中像中国和美国的销售增长比较多 尤其是中国是通过官方或者非官方的一些代购的渠道 销售总额占到了它的奶粉的销售额度的50%以上 使得销售额也是上涨127% 那么卖高则有所不同 主要是因为这家公司有非常多的业务是半成品的加工 但是播出半成品加工只考虑它的消费品的直接的出售 主要是德运的品牌的出售 这个德运品牌的销售额也是出现了极度的上涨 那么上涨幅度是在50%左右 那么其中国际的销售额主要也是销往中国及西亚洲其他地区 是达到60%以上 那么这个都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公司的股价 那么进一步看未来这三个奶粉类公司的前景的话 应该说由于业务的不同稍稍有一些不一样 其中贝拉米是非常的集中专攻中国的英文奶粉市场 所以短期的利润率是最高的 利润增长也是最快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到两年当中 贝拉米的股价上涨也是最快的 那么这个趋势可能在短期的时间之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而和它相比 A2本身除了利用了英文奶粉的大幅度的增长之外 还在进一步铺开它最基础的液体奶 及其相关的一些奶制品的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在液体奶市场 在本地的澳大利亚市场 甚至在进军欧美市场方面 应该说A2是有更广泛的基础 但是由于液体奶本身的利润率 相比奶粉要低一些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增长速度 尤其利润增长速度是不及贝拉米 但是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讲 由于自身的知识产权 和自身比较良好的本地的液体奶基础 相反A2应该说是一个基础更好 那么中长期可能更加后继勃发的这样一个公司 而卖高这个公司 由于出现了非常多的内部的问题 以及大量的一些半成品的销售市场的不好 使得这个公司股价 此前出现过非常大幅度的下跌 但是从目前来看 逐步转向销售品牌主导的业务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展 那么卖高的销售额当中 直接的消费品占比是它不停的升值 增加 所以在前期遭到了严重抛售之后 应该说已经逐渐见底 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起码在短期之内 依然需要处理非常多的内部管理层动荡的问题 那么在这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实际的看好卖高的股价 那么综合来讲 应该说目前公布的这些基本面的数据 是比较支持这个行业和这三家公司的 所以总体是比较看好 只是不同的公司侧重点不同 需要投资者进行注意 那么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 澳台聚焦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